在机场和飞机上 总是会发生各种事情 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兴趣去了解它们 但是 这里的确有一些你想知道的事情 而且 没人会把它们告诉你 下面就是其中一些秘密 大多数机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折叠式走廊 你可以从后机楼直接走到飞机上 但是有些机场仍然在使用机场巴士 即使距离不远 你也不能走路 必须挤进车里 这仅仅是因为地勤人员不希望你在停机棚徘徊 你可能会分散工作人员的注意力 或者更糟 在附近的飞机启动发动机时遇到大麻烦 说到这个 第二 如果你在下车后走远了 地勤人员可能会要求你不要在机翼下方走动 原因有两个 首先 客机的机翼非常靠近地面 如果你不专心 就很可能会撞到头 其次 再一次 如果飞机的引擎启动了 而你就在附近 那你很可能会被吸入波轮机中 第三 一些你搞不懂的安全规则 机组人员们其实也不太清楚 例如 许多飞行员都不懂 为什么会允许空服员在巡航高度时在飞机上走动 的速度前进 这样怎么会安全呢 然而 当飞机已归宿准备起飞出发时 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又必须把自己绑在座位上 第四 如果你曾担心过 在黑暗中飞行员是如何找到降落跑道的 那你现在大可以放心啦 地面上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照明系统 可以帮助机组人员导航飞机 而且 这不仅仅是跑道上的红灯与白灯 事实上 早在跑道前 就已经有亮起的灯光了 这样做是便于飞行员可以轻松的找到他们的方向 而且不同的亮灯模式 具有不同的含义 对此 你的机长和副机长可是辽若指掌哦 第五 任何飞行中 最困难和最危险的部分 都是在降落的时候 事实上 所有的商业飞机都会告诉飞行员 是否可以降落 飞机是真的会大声告诉他们哦 这是所谓的决定高度 指的是机组人员必须做出选择的最后地点 要么降落飞机 要么上升 并在机场周围盘旋一圈 在第一点可就没回头路可走了 第六 我们必须承认 即使系好安全带的灯号已经亮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 还是会在飞行过程中忽略它 在大多数情况下 尽管这样做的风险 还是你在承担 但这并不会导致任何后果 但是 你最好注意 当机长告诉空服员坐下时 你也要系好安全带哦 因为这意味着飞机即将遇到一些大的乱流 第七 你不会在紧急出口处的座位看到老人或儿童 这是有原因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最靠近出口的乘客 可能必须要为飞机上的其余人员打开舱门 在飞机起飞前的这段时间 空姐会去找紧急出口处的座位上的乘客 并告知他们 如果他们坐不到 应该怎么办 所以这些乘客 必须是身体强壮的成年人才行 第八 你有想过 为什么你要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 把座位复位吗 那是因为如果你把座位向后倾斜 就可能会把后座乘客挡到 如此 在紧急情况下要成功疏散他们就变得困难许多 除此之外 在你座位向后倾斜时 最好询问一下你身后的人是否可以接受你这样做 毕竟 他们可能正在用笔电工作 或者他们的腿太长 你的不经意 可能会给对方带来诸多不便 更不要提 航空公司都把你们装在了沙丁云罐头大小的座位上 以至于你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可以自由移动的空间 但这又是另一个影片会讲的故事了 第九 空姐为你提供饮料时 你最好避免选择碳酸饮料 是这样的 二氧化碳会刺激肠道 产生气体 简而言之 你可能会感到负胀和不适 有时 甚至会让你感到恶心 所以 最好选择白开水或果汁 说到这个 第十 茶和咖啡也可能很危险哦 虽然规定要求 飞机上的水必须取自安全的水源 但并非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会遵循这一规定 他们只是单纯的把自来水烧开而已 但是 即使水被煮沸了 也还是可能会含有一些有害细菌 如果在你喝了用这些水泡的茶或咖啡后 出现了一些令人不适的症状 也不要惊讶 第十一 下面这条和飞机本身无关 但还是值得一提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电影里有些人是弯着腰从直升机下来的 他们这样做 大概是以为可以避免头撞到正在旋转的讲业 但事实上 没有这个必要 即使这个人长得再高 也不会遇到这个情况 这只是我们对头上的东西的直觉反应 在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 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头不会撞倒 但是 我们还是会低下身子 所以 你也不必为此焦虑过头 第十二 如果你乘坐过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其中一些航空公司会要求乘客以不同的方式登机 事实上 正式登机的方法有几种 而且 不同航空公司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最常见的是 很讽刺的说 也就是效率最低的 是 从后往前 乘客们需从飞机的最后面 开始就坐 然后慢慢向前方就坐 而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乘客没有分配座位的情况下 随机就坐 这种方法 平均会少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而且基本上 所有座位都是自由坐 第十三 如果你有想过 通过躲在不起眼的角落 免费搭乘飞机 那最好还是放弃那个想法吧 飞机在每次飞行之前 都要经过非常彻底的检查 而且 事实上 没有人可以找到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当然 机舱服务人员有自己的休息区 但他们的名字说明了一切 第十四 飞机启动的一个设备不是发动机 而是APU 即辅助动力装置 这是一个位于飞机尾部的小型发动机 它是用来启动飞机的电力系统 并为机舱内的发动机和空调排放空气用的 不过 它会消耗飞机的燃料 因此 许多机场 都用为飞机提供动力的地面系统取代了APU 第十五 你肯定注意到了 飞机在着陆时发出的声音有多大 你可能以为这是引擎造成的 但事实上 这是反向推进器导致的 飞机必须要有它们产生额外的作用力 来对抗飞机行进方向 如果不使用它们 飞机可能无法及时停下来 并撞向另一架飞机或机场的围栏 而这种情况是要尽量避免的 但是 它们确实会增加噪音 第十六 飞机平均每飞十年 速度就会变得越慢 例如 今天 纽约飞芝加哥的航班 要比90年代中期的多飞20分钟左右 原因嘛 当然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钱 燃油成本一直在上涨 所以 为了避免机票价格跟着急剧上涨 航空公司决定降低飞机的速度 来减省燃油的使用 飞机飞行的速度越快 消耗的燃油就越多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啦 所以 这项措施是非常有效的 我不知道飞机的速度 会不会变得比开车还慢呢 如果你有被吸到飞机的发动机里过 或者只是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 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 挑一个 点击就可以啦 请持续锁定量身火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